武器比較暴力一點 除了一個整體的介紹 今天準備詳細談談 武術名家趙重武 先生會繼續和大家談談劍 劍一般叫做短兵之組 短兵器的齒組 和百兵之軍 一百用兵器的最厲害的 百兵之軍 有這樣的啞號 雙周時代劍做了一把寶劍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時是皇宮大臣才能擁有這把劍 而且皇帝很喜歡把寶劍賜給功臣 所以這把劍代表的是功名名譽 一般人看見這把劍 真是至高無上 不僅是比武或是武人才用劍 問人是甚麼把劍 懂不懂打劍也會用 好像一種裝飾的象徵 正所謂劍走輕靈 劍很輕便很鋒利 所以近戰 光無合時打也對 甚至上陣交鋒 一場大把的戰劍也對 待會我們就會看到 有大把的戰劍 另外盜屎是甚麼 盜屎劍 另外有七星劍 軟劍 像皮蛋一樣 有雙手劍 鴛鴦劍 有各式各樣 很特別的劍戲都齊 是呀 不過只是說 不要看的 你現在跟我又不能 不過我們準備了一些精彩片段 葉姑成和西門吹雪 還會給劍 先看看 看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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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喂 喂 喂 出發,出發! 古代的學校經常用劍 我相信劍在現代人來說都不算陌生 今集我們提到劍 其實劍不僅是古代用武的人喜歡 而且文人相當尊崇的 那為甚麼呢 趙先生 沒錯 因為在古代來說 譬如孔夫子他都提倡文武相傳 所以文人亦配劍 孔子的本人亦配劍 我剛才看了一些歷史 究竟古代的名劍或劍客很出名 名劍在古代來說很多 在春秋展過時很多 譬如月王勾展劍 龍煙 宮布 這些都是很有名的劍 譬如劍客是京鵝 李伯 李伯也是很有名的劍客 講劍的歷史 最長的劍大概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劍是青銅劍 有多久的歷史 這個應該有四千多年 因為皇帝開始就有 講一些有鑄劍的技術 古人有所謂龍泉劍 就說鑄劍的好地方 是否真的呢 為甚麼 我這個講起上來 它的歷史都很長遠 大概有二千多年的歷史 龍泉這個地方 第一 因為它有泉水 水質好 同時附近山 有一些很特別的礦石 一種是用來磨劍的 一種是用來練劍用的 所以這個地方自從 在春秋時候 有一個叫做歐夜子 乾障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很有名的練劍師 就選了這個地方來練劍 因為那裏練到的劍 就特別鋒利 特別靚 所以自此以後 龍泉全國都聞名 你說練劍很難 要經過很多的連日 和很多的工序 究竟是大概需要多久 練馬好劍 工序就 譬如說 已經打成了一把劍的初形 來計算 都有二十幾個工序 在這二十幾個工序之前 即是一個劍胎 由原料打成劍 都要十日八日 所謂造成這個劍的原料 好 然後才可以打成一種劍型 打成劍型之後 又要錯 又要磨 是很多工序的 大概需要多久 一把劍 起碼都要一個月 要好一點的劍 有些甚至不行 兩個月都有 現在我們這裏 好像有些萬劍山莊的味道 是 沒錯 你覺得哪把劍 是值得我們介紹一下的 譬如這把 這把就是 戰劍 即是上陣用的 那個劍超是 它是鐵的 鐵造的 是 沒錯 上陣的時候通常都用鐵 銅 都要鐵的 一定是鐵殼的 平時配戴是用木殼 包些沙魚皮 膠魚皮 是 它用的時候 這些都頗長的劍 是 用單手用 還是雙手揮用 這個是單手劍 這種叫做單手劍 是 這就是標準型 可以說 戰劍的標準型 戰劍都頗標準 單手劍是標準的 如果再說長一點的劍 我知道有些長劍相鋒 很厲害 有兩隻手打 沒錯 長劍 譬如說這一類 這類的長劍 這個是模型的 對 這個模型 這個模型 不過長度是一樣 和模型一樣 沒錯 一樣是這麼長的 我看它的把手很方便 這個尺長 尺多長 是 以前是這麼叫法 我們叫做四握柄的劍 總共就是四握 四握 四握 四個拳頭 為什麼要這麼長 是否因為它的重心 它兩個手 重心平衡 很多問題 這麼長的劍 通常大家雙方對敵的時候 有沒有用得到 或在戰陣上用得多劍 戰陣又用得 雙方對敵也可以 這些就是一般的長劍 一種叫做軟劍 這種劍是很軟的 可以圍腰 哦 我們拉出來 慢慢拉出來 真的很軟 是 軟到 拿著它可以圍腰 嘩 這些軟劍有什麼用處 對敵的時候 沒有這個 一個人喜歡的 有些喜歡這樣 有些喜歡軟的 是